《诞异尼书》第二章第四十五节 《理记汉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铁泥,那就是最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铭, 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其实这里可以说是弹尼利很取口地去说给尼布加利沙皇听, 告诉他,尼布加利沙皇,你和后来所出来的所有王国只是大佩国, 当然弹尼利不能这样,他只是太监,不可以这样对皇帝说, 所以你看到弹尼利当时很有智慧,将他想说的说话,言中之意分为两大段 当有智慧的人一看见的时候,你理解弹尼利的身份,你就知道他不能乱说话,死定了 但如果他说得对的话,他就会跟整个巴比伦的术士没得比 事实上当时真的是 他用这种方法说出来,尼布加利沙皇很受得,尼布加利沙皇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弹尼利在说的是他,虽然在这些王国当中是为首, 在这个人像当中的最大粒,所谓, 但整个人类的时间,飞王、立王,全部细除出来的人的王国, 对于这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只是一个大配角 这就是弹尼利为何分开两大段去说,而不尝试在皇帝面前去解释的原因 因为... 杀得头的嘛,对吧? 但其实弹尼利在说的是一件事实,就是现在我想跟大家打开 就是在开始这一节的金句之前,我也跟大家说 当你理解这个秘密,你知道世上什么最重要 为什么弹尼利是一个高级的乞丝 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寡妇 在饥荒的时刻,他这个经历竟然在神的眼中,在那个时代是这么重要 但同样就是当我们理解了,弹尼利为何这么重要的情况下 因为一来神全知,神见到他,但问题是 神为什么会珍惜这件事呢? 什么是最重要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没有同样像路德那样的机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些 比全个人类历史当中更重要 比现在这些王国兴衰,经济兴衰,强国兴衰更加重要呢? 有 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但与利书就告诉我们 其实整个王国兴衰当中,只不过对于神的救赎计划 神的时代计划是一个大配角 事实上是的,如果弹尼利也说了之后 我们就明白为何主耶稣有引用弹尼利书 我们为何启述引用弹尼利书 因为就算连主耶稣时代是罗马统治以色列 都是神策划的,神废王勒王的情况下 让罗马统治以色列,耶路撒冷 主耶稣才会钉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不是以色列发明的一个刑法 而是罗马发明的一个刑法 原来我们所说的整个人类历史 那几十年,做皇帝也好 甚至他们有多少钱,有多少军事武力也好 他们原来一直都是整个故事里面的大配角 事实上第一节目,我们看很多的戏 无论是文艺片,冒险的故事也好 很多时候我们所看整部戏里面的主角 不是当中里面最有权,最有势的 也不是最有钱或者一定是皇帝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的在故事当中的真正的主角 我们整个心都放进去 这个冒险的主角 很多时候他是直接无闻,没有钱 只不过有一些很独特的经历 是让我们会特别留意 我们特别欣赏,甚至是拍整部戏 而弟兄姊妹,我想让你知道 同样好像在这些戏当中 反而反过来最有钱最有权有势的人 反而只是大配角 真正的主角可能就是一个直接无闻的人 一个刚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也不奇怪 而这就是事实 但以这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争到的阶段 尼布加利沙王虽然在间接听到这一段话 怎样是间接 但以你没有明解 因为再明解就是杀头 但他听完后知道 原来这个王国的轻衰都是神掌管 而到最后会有个非人所作出来的石头打碎 他也接受 他也知道这个真是理智神 为什么呢? 因为如我所说 打从一开始梦的秘密 就是将过去现在将来重叠 既然我们看的所有东西是重叠 如果在梦里面有人 或者神 将我们整个梦境当中去苦全清 让我们看见一个重叠的将来 关于自己的将来 我们是知道的 尼布加利沙王就是在神的这个领域当中 神在他的梦境当中 让他看到这个重叠的将来 就是将来整个人类历史的王国 会发生的事 有什么比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人所建立辉煌的王国 让里面的第一个皇帝知道 因为他就是整个像的第一个王者 可以说是人类最辉煌的王国的开始 但是这个像 按着人类历史真的一直一直都仍然 我们曾经分享过天国比喻 都说到这些国家一直一直都仍然 我们都在最近关于时间的秘密当中 都拿出来做VO 让大家去理解了这里 但以理所说的话 如果理解这件事 原来但以理只不过在说 大配角 他会发生的事 如果当你理解了这件事 你理解了启示录 其实他说到龙 人的角度 全部都是大配角 真正的主角 就是其实 在这几个星期会和大家详细分享的 这个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它就是主角 它是主角的原因 就是一边完全是由人的王国做出来的角度 而另一边不是由人手去刁夺出来的天国 而这一个我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非人手 因为是谁手 是神的手会刁备出来的 但记住它不是普通石头 它是刁备出来的石头 就是刁备出来的 一边只不过 可以说 借着人类洪流时间 神容许的安排下 可以说 这边就凑点进去 那边就凑点进去 这边凑点进去 这边就凑点进去 这个人的角度 而到最后 人的角度最后是什么 像康匹 我们知道这些康匹 在施世语红也说到 诗篇第一篇也说到 这些就是 人用一身自己去建立人的角度 最后只是成为一个恶人 被火烧尽 是永恒当中落入地狱里面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事件 其实就在我们面前解开 但记住 就是说 但以理是个智慧人 但以理是 其实 说这个预言的时候 他隐藏了预言的秘密 因为就算他写但以理书的时候 你还是在哪里 他还是在巴比伦 他有很多东西不能够明说 因为他得罪了当时的皇帝 但当我们现在 有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 我们理解了但以理 其实他真正想说什么 其实他言下之意想说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在 研究这个金句 这几天 已经开始从这个方向 和大家去分析 就是第一个大点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 原来尼宝甲尼瑟王 和以后的所有王国 都只是一个大配角 而这个大配角 为了让人类历史当中 神所安排 这个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是能够一路作出来 其中我们亲眼见的 包括罗马去统治耶路撒冷 这也是一个大配角 让主耶稣的救赎计划 其中一部分能够完成 但以理书第二章 第四十五节 你记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 那就是枝大的神把 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 也时确实的 要开始意 guerre 不常要说 ARS 永迅猎 他一次着 吹响 升温 混 邓科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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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inars 准备你光线